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监控服务的dashboard 我们来到云监控的控制台,然后点击dashboard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创建云监控大盘demo 创建完之后,我们需要去点击添加图表 第一个我们选择云服务器ECS 然后比如说CPU利用率,它的最小值,然后点一个发布 好,还可以继续再添加 这个要最大值,CPU的最大值 再添加CPU使用率,然后平均值 我们点击发布 好,这样的话,对于这个资源的一个监控页面 我们就可以去添加完毕了 我们还可以去添加其他的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,你可以去选择你想监控的这么一个服务 你都可以添加进来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再添加一个负责均衡的 资源,我选择滑动画表 好,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 我们有这么多这个监控的项可以去选 然后我们选什么呢 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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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择一下流入的带宽 OK,那在这里面呢,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监控了 那其实呢,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将你的一个业务来编辑成一个dashboard 比如说,你有一个业务 那这个业务里面呢,有一个负责均衡 有5台服务器 有一个数据库 那你想监控这一个业务的这个数据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dashboard呢,进行一个发布 那发布了以后呢,你就可以通过这个dashboard 来监控你这个业务里面的这个云的一个资源 使用率是一个什么情况 来试试去看 那这里面有一个自动刷新 然后你把这个自动刷新点开之后呢 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刷新 数据自动的一个刷新 然后呢,这里面还有一个全屏 你点击全屏之后呢,你就进入一个全屏的状态 然后呢,去看你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情况 我们点击退出全屏 好,那这个就是 一个大盘的一个监控的一个创建 那我们还可以去删除这个当前的一个大盘 OK,那这样的话一个大盘就删除了 那么就删除掉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大盘的一些数据 进行一个删除了